他們就是覺得 喔小六 你在你板橋賣你的藥 你洗到我們圖城這邊 可能你賣摩鐵 賣KTV 賣一些歌友會 你踩線 那但是對於小六來講 他沒有那麼深的幫派羈絆 小六是用怎麼樣的伎倆 讓這個大小蝗蟲願意賦約 因為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我們媒體在事後 寫這個新聞 當然是談判 引發 邪鬥 火拼 但是事實上他很好玩 他是請兩位大哥 我幫你們訂土城 最大的一間汽車旅館 裡頭最大間的包廂 可以容納二三十個人 獨棟的Villa 有浴池 有KTV 有麻將姐 叫小姐來就是要來嗨 對 他沒有叫小姐來 但是他做了這個手筆 他會讓對方誤判說 大家是不是要講 去裡面可能談 八九言歡 喝酒 唱唱歌 你兄我弟 大家唱一首兄弟 明日會更好 對 我覺得可能是這樣 第一點是這樣 第二點是說 這是我的地頭 對 所以第一個他們帶的人不多 第二個警方後來收購兩邊的一些 攻擊的武器 火力啦 對 黃蟲兄弟他們那一掛人 只帶了一支電擊棒 對方八個人帶四把西瓜刀 兩把長槍 兩把步槍 兩把手槍 那這個已經 太懸殊了 對 已經注定悲劇會發生 這個跟你的備份 你的公司再大都沒有用 對 那這個 所以小六 他當時帶著兄弟們去復約的時候 一進去 對方是被怎樣對待 他那個弟弟怎麼講 那個他說他們進去的時候 他們是有先拿刀出來要跟對方 他們是打算用威逼的方式談 一進去就直接用威逼的方式嗎 對 就是我請君入奉了 我請你進來 我不是要跟你喝酒言話 我就是家伙亮出來 你要不要讓 你要不要給我一個承諾 我以後可不可以在土城發展 我要這邊賣你還敢擋我嗎 對 諸如此類的 對 但是你對傳統兄弟來講 怎麼可能 你刀子壓在我上面 你是幾個人圍著我 我就叫你一聲 我以後出去怎麼帶人 而且對 小弟都在旁邊看 黃蟲兄弟 所以也丟不起這個臉吧 沒有 所以那時候聽說是電擊棒拿出來 就衝上去就打 黃蟲兄弟衝上去就開扁 對 那場面是不是自止不下來 那對小六來講 因為黃蟲兄弟都蠻寬的 那小六是那種比較瘦長的身形 他看這兩個如羅漢般的 衝過來 凶神惡煞衝過來 他直接步槍拿了就燒了 就對著兩人就燒了 對 所以說 戰爭很快就結束 因為兩邊的火力相當不平等 對 然後其他 因為其他小弟拿西瓜刀看大哥動 該出手就出手 都扑下去了 對 然後還有人直接從那個 摩鐵二樓後面陽台直接 跳出汽車的魚關 你說要逃出去是不是 腿好像摔到脫絕還是骨折吧 就直接跳下去 你不跑你會死 現場已經槍聲融融 你不跑會死 這好像是跟什麼黑幫電影一樣 GTA線上是真人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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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